亚凯迪亚华人协会 亚凯迪亚华人协会于7月19日在该市活动中心举行2014年会长交接仪式 新会长由该会2013年会长卢台英连任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参议员 加州众议员 周本利 亚凯迪亚 市政经理亚凯迪亚市议员纷纷前来祝贺 并颁发贺壮给连任会长卢台英 该会会员和社区代表近200人共相胜举 参加了当天的仪式 新任会长卢台英表示 非常荣幸继续当选为2013年至2014年亚凯迪亚协会的会长 在此要特别以更谦虚 更荣耀的心情来接受这样一个神圣的机会 也将会更加努力不懈的服务社区 我们过去在去年呢 我们也是照样的 我们做了三十几项的社区服务 包括了这个 Found Racing Night Found Festival 还有这个Appreciation就是万圣节的发糖果 还有感恩节的这个Police 就是警察局跟警察局Police 还有这个消防局的人员呢 共进午餐 最重要的在五月份 我们有一个Law Day 那有三百多位的居民呢 都得到这个法律日 得到这个很多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咨询 都是免费的 另外我的第二任呢 我非常非常的荣幸 那我也是想到第二任 这个任好像更加的重大 那我要吸收更多更多的 大家各方面的一个讯息 一个建议 让我们有一个很良性的改进 还有一个良性的劝举 就是改变 就像说我们第一届的ACA 这个中秋节晚会呢 就是在九月份进行举行 那这个是历年来讲 三十多年来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的创举 我也非常的荣幸告诉大家 我们九月份的中秋节庆呢 将会是我们ACA 华人协会自己来举办 自己来办这个华人的庆祝中秋节